遊學天地 主持卓有心 洪耳敏 好 我們現在就去日本了 好啊 真開心 很多香港人都說要回家鄉 近期 尤其是通關 大家都計劃什麼時候去旅行 接下來四月的時候 櫻花又開了 三月底 很多人都喜歡去日本 而在我們身處的工作室裡 有一位很幸福的 直接去日本遊學 就是阿Wing 哈囉 你好 現在基本上已經畢業了 但以前你在大學的時候 去過日本遊學 我是中學的時候去過 中學的時候 幸福了 那時候為什麼突然想去其他地方學習呢 因為本來有在學日文的時候 那時候還在逐中學 沒有機會去留學等 暑假 既然有一個多月 不如就去遊學 嘩 你也挺誠實的 你跟媽媽說 我要去日本遊學 我跟爸爸說 我給你錢 然後我就走了 但你當時是中學多少年級 好像是中五來的 中五還是中四 然後就過了去 就愛上了 對 2017年的時候 剛好有一間日本公司 就在香港請香港人過去 去日本工作 我就想不要緊 試一下 所以還是繼續留在香港工作 所以他請了我 我就過去工作 是不是在工作假期 不是 他真的幫我做工作假期 所以非常幸運 不需要再特地去申請 那時候從事什麼工作 我當時只是在做店鋪的售貨店 對 後來就在沖繩住了一年半 我知道 當地日本 如果真的要融入在當中 語言是一個問題 那時候你懂日文 但對答可以嗎 那時候還可以 但現在當然是經過幾年的洗禮 所以就更加會流暢一點 那在日本遊學的話 先決條件是什麼呢 你喜歡日本 就可以過去了 遊學的話 但當你想去工作 當然要有一定的日文能力 你才可以去工作 還有你要融入他們 因為其實跟香港的模式 都很不一樣 說多一點 例如怎樣 例如他們早上班 我們就會大家圍在一起 有一個經營理念 每一天都要浪讀出來 背重出來 好像我們以前教學校 好像是祖會 要聽聖經 聽聖經故事 然後祈禱 有一點點的感覺 之後又要讀一篇 每一天都有一篇文章 那你就要從那篇文章 找出你學到什麼 挺有趣 挺有趣 我覺得要分享 對 真的要圍在一起 大家拿著那篇文章 讀 以前在明古屋做酒店的時候 每天都要六大接客用語 浪讀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類似這些 多謝 不好意思 歡迎光臨 類似這些 那你就要開了你的聲音 那你才可以出去 檢查 上班 這些是文化 沒錯 好像我們酒店的slogan 例如 某出名的集團 他們的酒店是 We are ladies and gentlemen Serv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些 他們要配這些信條 越吵一個士氣 令整個團隊 都會有同一個信念 沒錯 挺有趣 那你現在需要不需要適應 這個文化 要的 因為一開始 大家圍在這裡 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唯有大家讀的時候 我就跟著一起讀 後來才發現 原來每天都要做這個動作 每天都要大家圍在一起 在浪讀經營理念 而且我覺得日本人真的很熱愛工作 他們非常喜歡加班 非常喜歡OT 那你會不會拍到你 我不會 我不會 我就不會 我立刻做完所有事 我就想馬上離開 他們就會覺得很熱愛公事 我覺得Wing參與在其中 他們就了解多了 關於香港人的文化 大家互相影響 他們立刻想離開 他們就不是 真的會加班 就會覺得 不行 我要幫這個人做事 可能他還沒做完 我就幫他做完 那我才可以離開 那既然阿Wing你這麼喜歡日本 為什麼不考慮留在當地發展 因為其實我去完 我在日本也留了五年 但因為去年 跟一個日本朋友一起去韓國讀書 所以在韓國讀完書之後 就藉著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疫情之後 都沒有回來香港 現在就回來香港 不如把自己以前在日本經歷過的 和懂得的事情 現在還在教日文 上課的時候 可以暫時分享日本的生活 那在韓國的生活 和日本有什麼不同 有沒有需要說 大家一起 韓國因為我是去讀書 我是讀語學堂 而且我去了一個非常鄉下的地方 跟首爾完全不一樣 其實我去過首爾也是一次 在那一年裡 所以我都不確定自己 是否真的在經歷韓國的生活 因為真的非常鄉下 所以 那當然是在見識不同層級的人口 但是沒有特別在韓國 要繼續逗留遊學 反而覺得應該要用好日本語言 回來教日文 那韓語是否很流利 不算很流利 但是簡單溝通是沒有問題的 始終都是愛日本 看得到有種熱愛的眼神 而且你還是比較日本妹 是嗎 是Kawaii的 回到來香港教日文的過程 有沒有了解一下 好像Steven剛才說 原來也有很多香港的新年代 其實都想去日本遊學 探索一下 我也覺得是有的 但普遍香港人去學日文 好像只是為了去旅行 想去旅行的那段 那幾天的時間 可以跟日本人溝通到 好像會比較多 大家好像只是為了興趣而去學日文 因為如果他們真正想去選擇 留學或者移民 他們好像都是選擇英國 但生活費其實是否一個問題 我覺得其實跟香港沒有太大分別 即是差不多的 如果要求學 要讀書的話 會不會好像Steven剛才說 攻入大學幾千元便可以 應該沒有那麼便宜 其實跟香港差不多 那加不加生活費 不加的 當然如果你選擇學校的宿舍 可能便宜一點 即是你跟別人分享房子 應該會便宜一點 但如果你比較喜歡自己一個 可能他那邊租一間房子 最便宜是三四萬日圓 如果你想住好一點 可能就要五萬至六萬日圓 那也是幾千港幣 跟香港比較便宜很多 那你當時在日本的時候 覺得融入他們當中 是否都可以 即是日本人對外地人的融入 是否可以 我覺得是可以 因為首先 因為我懂得日文 所以溝通就變相 沒有太大有特別的問題 而且他們會覺得 你是外國人 你這麼努力學日文 你這麼努力說日文 很尊重他們的文化 更加 respect你 他們會覺得你很厲害 所以歧視或你是外國人排外的問題 我沒有太多遇過 好 稍後回來 我們會去另一個國家 先買個關子 待會回來再談 OK